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珍惜生命啊 在高雄消防局他们最近说接到好多民众 说想要寻转的报案电话真的让人非常的心惊 而光是在上个月溺水事件就有六件 而且在昨天一早的时候 爱河这边就出现了两个人想要跳河 其中一人溺水 那么其中一人被消防队员拦下救起 消防队员急火通报赶到爱河之流旁 经见河中有一名头部朝向的民众在水面上漂流 有没有明显死亡依据 消防队员赶紧跳水抢救 同时用救生圈和浮板套在溺水者的腰上 不过这名短板的溺水女子已经口吐白沫 没有了生命迹象 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队起来 手上她的腰 费了好一番功夫 消防队员才将溺水的女子拉上岸 紧急进行CPR抢救后再送往医院 当时报案的目击者还是负责清洁环境的人员 一早就看见水面上有人在服在城 简直吓坏了 社女性 年轻的 口吐白沫 警方也在现场拍照搜证要厘清死者的身份 而在同一时间 爱河的另一头也出现了跳水的民众 索性最后安然无恙 只是年关难过 跳河溺水的报案频率似乎越来越高 也让消防队员疲于奔命